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今天呢 由我老师来帮你上一下 这个个人跟社会 我是陈元 好那当然啦 之前见面的时间 应该都是在地理课的时候 那没有尽错棚 我们在公民 好不好 来那当然啦 概念都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历史地理跟公民 哪些东西是可以连接的 哪些东西不能连接 那老师会尽量帮你补充一下 好不好 好那还是以公民为主軸 那公民为主軸的话呢 这个章节 是以个人跟社会为主 那什么叫个人 跟社会啊 同学其实可以跟你这个 第一侧前面学过的东西 来做个连接 你第一侧 其实已经学到一些内容了 好 其实我们在讲啊 第一侧跟第二侧呢 我们学的是这个东西 来我们第一侧跟第二侧 其实学的是社会学 那什么叫社会学呢 很简单 你不要跟我说 老师我知道 社会大学 跟他无关啦 社会学的话呢 指的是人啊 在融入社会的过程当中呢 你所需要学的一些 切任何规范 那这个叫社会学 那社会学的话呢 你第一侧 其实从人开始出发 你已经学了一些内容了 好不好 好 人不可能一单独活在这个世界上嘛 对不对 你要去走入这个 社会当中 好 那当然啦 这个走到社会化当中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主题 叫社会化 好不好 那我们铺一下你前面的学过的一些梗 比如说你第一章节是不是先学人 上学期 先学人嘛 对不对 人的话呢 你还要学到性别 那学完性别之后 有没有 开始进入到你第一个团体 叫做家庭 所以你第二章跟第三章 第三章跟第四章有没有 我们提的不是都是家庭吗 对不对 OK 好 那提完家庭之后 有没有 同学要进入到一个团体 你人生当中第一个学习的场合 这个地方叫学校 好 这个是我们讲后面的内容 第三个段考 那学完学校之后又要学什么 同学你第一次跟陌生人接触 好 这个也不是变态啦 就是跟你楼下的邻居 有没有 同学你们互相接触 那那个叫做社区 所以呢 其实啊 我们在上学期的时候呢 你已经学了一半了 学了一半哪一半 你从人出发到家庭 再从家庭出发到学校 再从学校出发到社区 OK 好 到这边 但是呢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呢 是跟整个社会 所以呢 下学期的话呢 会把那个框框再拉大 你要跟谁认识 你要跟整个社会的人认识 那当然啦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章节讲的 个人跟社会的互动 好吧 好 那当然呢 同学 我们啦 这个太专业的东西 我们就先不讲 我们讲的是些比较基础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一章节 我们主要分成三个架构 第一个叫社会化 第二个叫社会互动 第三个呢 叫做公民素养 总共这三块 然后呢 把他讲完这个章节就结束 其实这个章节蛮简单的 但是会考出啊 偶尔会出一下 出的话呢 基本上都不难 而且会连接到你前面的概念 OK 好 来 那 我们这边准备断考嘛 对不对 所以我已经讲细一点点 好 好 开始啦 好开始啦 老师先讲一个 先换一个可爱的图好了 来 这是你 好 这是你 这是你 那当然啦 同学 你的话 没有 你出生到这个世界上面的话呢 同学你必须要融入到这个圈圈 好不好 你要融入到这个圈圈 这个圈圈叫什么 这个圈圈叫做社会 好不好 这个圈圈呢 就叫做社会 所以你融入这个地方 你要学习这个社会的一切规则 那这个过程有没有 叫做社会化 好不好 叫社会化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开始来解释啦 同学 我们要分几个去解释 首先 第一个 和谓社会 也就是右边那个圈圈 好不好 来 这个圈圈是什么 这个圈圈的话 有没有 白话文 就是怎么样 一群人 在一个 好 一群人在一个地方生活 所怎么样 所拥有的生活方式 那这个叫社会 当然啦 定义有很多个啦 因为社会学内 知道很多学家嘛 对不对 好 那各自有各自的这个 我们讲独门的见解 那老师讲一个比较 通俗的 好 比较大众的 什么叫社会 社会就是一群人 在一个地方生活 有没有 在一个地方 好 把地方 把生活两个字去掉 那一群人在一个地方 所拥有的生活方式 那这个圈圈 这个生活圈 就叫什么 就叫社会 那当然啦 这个社会的话呢 同学 有时候人数会变多 有时候人数会变少 什么叫变少 什么叫变多 来变多的话呢 比如说你出生 到这个社会里面去 你融入这个社会了 同学 是不是加一 对不对 又或者这个社会 有没有 是以区域性来看的话呢 同学 有人移进来了 那这个也是一种怎么样 也是一种 移入社会的行为 那什么叫减一 比如说同学 有人挂掉了 好 他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不用 被这个社会规范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他离开这个地方 那当然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只死掉 好 同学 离开这个地方 那当然他也是 适应另外一个社会 好不好 所以呢 什么叫社会 先继定义 一群人呢 在一个地方 所拥有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 叫做社会 那每一个人会进去 对不对 这个过程 来 第二个 它是个动词哦 叫什么 叫社会化 OK 好 那社会化的意思的话呢 同学解释一下 就是什么 就是人 人去融入社会的过程 好不好 人去融入这个社会的过程 也就是这个箭头 所指的方向 有没有 你去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 同学 这个叫做社会化 可以吗 好不好 所以你要先认识两个名词 社会 就是同学 一个生活圈 社会化 你要如何融入这个生活圈 那其实啊 这个跟你已经学过东西 已经有点点相关了 什么有点点相关 比如说同学 你们之前是不是学过性别 那性别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化嘛 好 老师 你怎么一直往前面跳 没有啊 这个是要延伸的 好不好 因为你不可能直接讲社会嘛 其实你前面学过东西 把它运用到后面的话 同学 这样学习会比较有效率 而且你比较容易理解 好 当然这些名词 要简单可以很简单 要监色 保证连你我都看不懂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尽量用白换的方式去解释它 我们举的例子 可能都是你前面学过的 好不好 比如说同学 社会化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什么 同学 你这样哗哗哗 这样给妈妈怎么样 生出来之后 没有 同学 你要经历过社会化啊 那性别就是这种社会化 比如说 来 为什么男生穿裤子 女生穿裙子 对不对 嗯 妈妈小时候就给我这样穿啊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对 同学 它就是个生活方式 可以吗 再更甚者 不要讲裙子跟裤子 你为什么穿衣服在路上走 我说 不是穿 本来就是要这个样子的吗 对不对 好 没有啊 这是要社会化啊 因为这个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会穿衣服在路上走 没有 你会跟我说 老师我怕冷啊 不穿衣服要干嘛 对不对 你怕冷的话 你可以遮树叶嘛 对不对 你怕走光 你也可以怎么样 你不用 很多种方式 可以不用穿衣服的 但是为什么 你穿衣服在路上 为什么 因为同学 很多人在一起生活 你会接受它的规范 你会受限 然后呢 同学 你会做出一些行为 是符合这个地方 这个生活圈的生活方式行为 那这个叫社会化 好不好 我们 好同学 这个从出生到死亡 好吧 一直都在学习 怎么去融入这个社会 好 所以你这边要注意的是 认识名词 社会跟社会化 当然啦 好 我们这个再回到 最原本讲的地方 这个社会是个圈圈 它是一群人 所构成的一个生活圈 好 那所以呢 你不适应个人生活 你是怎么样 你是很多人生活 很多人生活 所以我这边 画好几个人在里面 好多个人在里面 好多个人在里面 你是一群人在生活 那所以呢 同学 来 在你一群人生活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先界定一下这里面 的人 可以吗 好不好 我们都用猜的 好 我们都用猜的 什么叫用猜的 就是呢 把它细分再细分 让你有个区域性的一个 怎么样 一个记忆 好 那怎么说呢 每一个人在社会上 有没有 好 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社会上